我們現在繼續,我們現在看《馬太福音》12到12節 耶穌說我們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炎 這裡我們看到神的本性就是他本身就是光 神就是光,他的生命就會產生光,產生火效 而很多人就認為像甜味讓他和諧,生命中能夠 讓生命有美美,美好的見證 神裡面很自然地流露出美好的見證和生命和光 而我們神又可以經營 Foundation 為什麼在耶穌內就會多結? 所以當我們親近神就立即被人輕鬆了 這些就是個形容,譬如這個經文的神 我們可以說很多人就很失力 因為他們就是小親近神,所以不能失力 所以他的生命沒有原文光的作用 好,馬太五章十七到二十節 律法的一點一畫都不能廢佈 這裡就讓我們看到神的話語 在以賽書五十五章有講到 他說神的話語必不逃人返回 好像語說,它降下來都會令到地上發芽生長 神的話語是不會逃人返回 會成就神的心意 神的話語是我們不能夠輕看 我們一定是學習去 我們知道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 我們思想的時候,越思想神的話語應用越有能力 所以我現在在講到神的話語的時候 講出神的屬性和恩典 我們當我們明白學習的時候 就會經常覺得神真是美善了 神真是大能了 神真是凡事都能了 我們就有自動力和反共力了 我不是全部經文都會講的 我自己選擇性的 五章,馬太五章有一個有節 對,看到共路來罵人 如果罵人是拉家,難免地獄的火 向人動怒,難免工會的審戀 即是說到人會發怒,會罵人 但這些都是有外性的 這裏是律法的警告 它有暗示,為什麼我寫暗示的恩典呢 就是因為它的經文本身是說出一個警告的 就是當你這樣犯罪的時候 你難免地獄的火 那暗示的恩典就是什麼呢 首先,暗示的屬性 神是美善的 神的話語出來是神 產生正面的改變 產生生命的改變 當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裡面就會產生善人 還會心裡所存的事情 發出涉及 但是當人不聽神的話 他就會有怒氣 有怒氣的時候 他就會罵人,會傷害人 所以說到如何呢 我就會說 我們問問自己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生氣呢 是不是我們要求人很多 因為很多時候人要求 希望人人都好一點 當然我們都希望 但是他不好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發生氣呢 很多人就會覺得 他不要當然會生氣 他相信這個定理 他認為的定理 他不要我當然罵他 這個是一個謊言 我們不一定會受到的 所以我們拆解 我生氣 因為我期望他更加好 接受不了人的罪性 當我們接受人的罪性的時候 我們就說 其實他生氣是他正常的 他做事不好 但是我 有神的生命 我可以榮譽神 我可以更新改變他 那我就有 平安起樂 以至他講什麼不好的說話 我都不受到的 這就是處理人 處理人 那些不好的地方 以至我們不需要發怒 不需要傷害人 那我們都訓練了 當然 聖經這裡說到 譚責 譚責 政府증оже書 不需要革心 對待 要教訓 Division 這列寫的 ilo 論 想幫他 因為想罵醒他 罵懵他 我們教導兒女都是這樣的 不是要罵他一隻東西 而是讓他看到 你覺得你這樣做有什麼影響 你說謊 你覺得別人會信不信任你 如果人人都說謊 你覺得這個世界會怎麼樣 你想不出來這個罪 我都是指出他罪 不過我給了一個猶豫的方法 耶穌指出人罪的時候 他同時都被人入盼望 幾次都指出他們沒有信心 但同時都被他們入盼望 有信心像界 總都能夠如山 做到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個不是罵 所以耶穌不是罵他 是讓他知道他們的 馬太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二節 淫念為犯奸淫 喬蘇就說到就是 心裡動淫念就是犯奸淫 和邱妻叫他作淫婦 和邱妻令取都是犯奸淫 因為有些人只是把錯在女人身上 邱妻見他作淫婦就是女人的問題 但是在《路加坊》十六章十八節就說 邱妻和令取都是犯奸淫 即是邱妻也是犯奸淫 令取也是犯奸淫 那這個時候我們知道 即是說 離婚的時候都是犯奸淫的 那這個 看到神的本性是甚麼 神是很體重婚姻的 尊重男女的平等 尊重男女的平益 還有怎樣有一個溫暖的家庭 因為神的國就是一個溫暖的愛的國 神也想那些家庭是充滿愛的 但是很多基督徒在教堂就可能很平平這樣 但是回到家就現出他本來真面目了 有些甚麼事 懵疼 就馬上很容易發脾氣 對於家人又沒有那麼體重 那這個就不是出神的心意 那淫念的相反是甚麼呢 就是尊重婚姻 他會尊重婚姻 體重婚姻 會建立他的婚姻 因為好像我自己這樣說 我不想說任何一句話令到我太失望 我總是想令到他覺得避愛和舒服 那大家都會享受 大家都會得力 大家也都一齊可以視乎神 所以是享受的 那其實我有些教導有時候都會問他意見 他都會提議我 那我就不會說 我懂的 甚麼都懂的 你不用說給我聽的 我一定會問他意見 那這個就是我們尊重婚姻 所以人的相反就是尊重婚姻 OK 我現在 我們就跳下去 去喜事那裡 其實喜事對我來說 我們在香港的情況 或者很多人的情況都不是這麼多喜事 不過耶穌說的那句話 就是事就說事 不是就說不是 這句話是非常好的 再多說就是 喜歡冷漠者 就是說 有時候人會說一些誇大的話 譬如誇大自己多厲害 或者誇大別人的壞 都是他壞 他做什麼什麼 那這個都是犯罪的 而神呢 他的話語是非常之忠肯和有權定的 這就是神的屬性 他的話語都是心無二人 那我們就喜悅神的話語 而我們怎樣能夠不說誇大的話呢 就知道我們任何的說話 凡人所說的閒話和開心 都會舉他公出來的 根據我們的說話 定判我們為有罪或者無罪 一言二人 馬太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八節 就是講到愛受敵 他用神的屬性和恩典 神用日頭照好人也照打人 各物畢別人有些不義的 那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神對惡人也是一樣的 讓人知道神沒有天代人 神不會說你不好我就 令到你活得很慘 他犯罪一定有個後果 不過呢 是他的罪帶來的後果 神就不會說他是惡人 所以我呢 叫他呢 就是太陽又沒有 雨水又沒有 以至他經常都是生病 經常都很多很多問題 神會製造很多問題給他 神一樣給恩典他 他數算恩典他又可以說出神的恩典 那這就是神的那種本性 就是他能夠愛受敵 那講到我們如何 可能很難就是如何 我們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 之前我們講到那個 就是你們做功課的時候 那幾個項目 我怎樣可以有愛受敵的心呢 那神給我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怎樣呢 就是當我想到 其實對我們不好的人 其實他們都受了很多傷害 他們都很多受傷 他們都很多不開心 那他受傷害 於是他就會傷害人 那我明白這件事 就是明白 其實他不處理到他的傷害 所以他經常都罵人 經常都傷害人 那我生氣他呢 我自己就失去我的恩典 神給我的恩典 那我不如就接受他 原諒他 祝福他 以至呢 我不會因為他而失去我的恩典 神給我 我不想失去 我想活在神的愛中 好了 亞太六章一到四節 令到 暗中行善事 就是說 你 右手行 不要叫左手知道 我們所有做的善事都 不要去宣揚 那這個呢 就是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呢 就是 他很謙虛的 譬如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 耶穌是沒有誇大自己的 他很謙虛 他也知道我們 暗中所行的善事 神是知道神一定紀念的 所以我們都幫助我們 神的英 他說當我們暗中做的事情 神都一定紀念的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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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很堅卑服侍我們的人,神也是欣賞我們去忠心服侍 神是很歡喜的 主討文,下體六章9至12節 主討文都讓我們看到神的本性 我們的神是天上的爸爸,是一位很愛我們的神,祝福我們的神 好像爸爸那樣,全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他的名字是很尊貴的,是聖結的 他的名字在《出埃及記33章》《摩西求見神的榮譽》 神就說我要將我的恩慈在這面前經過 還說我要宣告我的名,他宣告耶穫華的名 宣告耶穫華是他的美善,宣告他的名 這是很特別的,神會宣告他自己的名 因為神的名實在很美好 所以神自己說他的名,他都會宣告他的名 他會覺得他的名是美善的,神是真是他整個 整個神都是很好 所以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意人人聽到神的名都喜歡 我這個法陽神屬性《茶堅法》 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一聽到神就喜歡了 我觀禮神,我一想到神就喜歡 我一想到神,我一想到神 神真好,多謝天父,多謝天父 我看到萬物,生物,花草樹 我都很喜歡 我又很喜歡拍雀鳥的照片 我都很喜歡拍雀鳥的照片 我覺得神做的雀鳥真是很多種的顏色 很多種的生活方式 就是神設計每一種的生物 吃不同的東西,以致環境會來 其實有些雀鳥,大家可能不知道 很出名的,有一種叫做黑臉皮露 有沒有聽過黑臉皮露 他是在香港很出名的雀鳥 是季節性來到香港的 他全世界可能只有幾千隻 但是他來香港也來了很多 幾百隻 吃東西的方式很特別 他整個身上的頭 他的嘴巴就 就是這樣 伸出來比較快一點 比較窄一點 他就在水裡打開口 然後就在水裡打開口 那他就打開口 那他就打開口 但是這些雀鳥不是這樣吃的 那些白臉那些雀鳥 那些雀鳥呢 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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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一邊 發出很快 然後就在水裡打開口 然後擠上去 那我也拍他這些雀鳥飛出來的 那黑臉皮露就是這樣掃一邊走一邊掃 去那邊那邊翻車頭 又掃一邊掃一邊掃 這個反嘴運 又是另一種雀鳥 在那些沙裡 或者在好錢上去的地方 又在一個掃 那些雀鳥也不同的 一邊掃一邊掃一邊吃 那神就做不一樣的雀鳥 吃不同的東西 讓在這個環境裡不停的都有動物去吃 讓牠不會過份吃太多,保持平衡 這就是神那種,祂所有的事都是美善的 包括在生物之中做的都是美善的,在我們生命中做的美善 於是我們就很感激神了 原理的國降臨,因為神的國 馬太六章33節說,先求神的國和我們一切都會加給我們 神的國度就是神掌權的地方是最美善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是比神的國更美善 那個地方是充滿愛,充滿恩典,充滿憐憤 所以願神的國降臨 就是什麼呢?我的心成為神居住的地方 神寬起居住,如果我們的心是神寬起居住的地方 神很喜歡和我們一起 那我們的身邊就會有美好的事出來 願你的國降臨,在我們的心中 也都在我們的社區,在我們的國家,在我們的世界 願你的子行在地上,行在天上 就是在地上,好像天堂那麼美善 天堂的人完全是那麼美善的 因為神的旨意成就的時候是最好的 有時候有些人對神的旨意是一個很見面的看法 我曾經見過一個人,他就說為一個人祈禱 他就說求神醫治他,讓他病,可以得到醫治 最後他就說,不過可能都不行了 願神的旨意成就 意思是什麼呢?願神的旨意成就,他就會死 有時候也是,有時候神的旨意都是那個人做時候 但是很多人就,很多時候就是用神的旨意 就是用死啊,到最後那個時刻 這個神的旨意啊,或者有些什麼不好的發生 神的旨意啊,這樣 那我就覺得,其實神的旨意呢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是最美善的 一個人走在神的旨意是怎麼樣呢? 他一生都蒙福,一生都喜樂 一生都發揮 他的恩賜被發揮出來 他整個人被提升,去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幫了很多人,這個就是神的旨意那種領先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確保神的旨意 譬如有些人呢 他們最想什麼呢?找到一個美女、美女 或者找到一個有錢仔 滿足他的心的需要 他覺得這個就是最好的旨意 但是其實,人的思想 聖經講到,天怎麼高於地主 我的道路啊,我的意念高於你的意念 就是神的意念呢,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就慌慕了 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成就呢 是我們人生最好最好的 沒有一個好得過的 我們走到神的路 那神的旨意哪裡有呢?聖經就有了 有些人說,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 你跟著聖經講 你由晚前可以做的 你祝福人 一杯涼水 關心人 問候人 為人祷告 這就是神的旨意了 那你開始做的時候 你慢慢會啟示你更加高的旨意 更加進入神的路線 那便願你的旨意降臨 願你的旨意降臨 只行著地上,行著天上 為了自己的需要呢 最主要就是 最多人問的就是祈禱 求人就是祈禱食物 但是耶穌有一句說話 就是我們日後的飲食 祈禱我們 就是深信神會賜給我們的 我們先求神會賜給我們的 我們先求神會賜給我們的 免我們的債 與我們免我們的債 就是神求神賜免我們 正如我們言書人 我們的心裏充滿神的言書 神那種不介意人的不好 我就是言書祝福祂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叫我們遇見試探 也不要自己把自己放在試探裡面 因為在神裡面最好的 罪就會偷竊殺害偉懷 所以我會走一些不好的東西 於是我就不要讓罪人有惡 不要讓魔鬼引入惡 而且我叫來兇惡 這個字其實可以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罪惡 另一個就是那惡者 就是任何罪惡的東西 就是救我們出來這些 叫我們魔鬼的手 神是掌權 那個屬性是什麼 神是掌權 神是勝過那惡者 只要我們聽神說 魔鬼無情的 然後就是因為國道權兵 榮義 神是你的決道永義 就是所有的國道 天上的國道 和地上的國道 都是屬於神的 所有的權兵 有權做任何的 比拉多有權審耶穌 是天賦給祂的 任何發生的事都有神的權兵 不過的確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 他們拿到這個權兵 他們並不是為神的 這是事實的 很多國家 他們並不是在做正義神的事 但是呢 神 雖然給他們時間 但是神是不比喻祂 但是呢 我們聽神的話 神就會給我們權兵 可以影響祂 和祝福祂 榮耀 和一切美善的事 都是神的 所以我們看任何經文 都可以想想 每個經文 每一句都有神的美善 天上的故 就是美善 很關心我們的 你的名是美善的 你的國是美善 你的旨意是美善的 是善能的 神又供應我們的日 用去飲食 我們 要說人 這又是美善的事 還有呢 不要叫我們一件事探 和人家 都是神的德性 所以 當我們這樣用這個方法 言經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覺 會很有動力去聽神的 馬太六章十六到十八 我們很簡單地說 就是真心禁食 神就報答我們了 就不用做給別人看 因為我們做任何事 做任何好事 不用讓人知道 因為神知道最重要 反正六章十九到十九 我們積財在天 因為地上有蟲子咬 有蟲子咬 會受壞 會受壞 但是天使是沒有的 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奉建的金錢 真的永遠增值 所以我們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地上的錢 是一直貶值的 你不動就一直貶值 就算你拿利息也是貶值 因為它那個升值 它的利息是遠遠不達貶值的 所以我們的錢是不足夠的 而且走了就是沒有了 我們過去的錢 所有的都是沒有用的 但是當然我們 我們都一樣說 標誌應該住宿的 不是代表我們全部的錢 不是說叫每個人 全部的錢 全部的日子都清財 奉獻了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我們應該有信心 求神給我們有信心 去更多的奉獻 神是喜悅的 現在永遠積存 所以我們今生樂意奉獻神 都很樂意呢 將更多給我們 交託給我們 越是中心奉獻神的 交託給我們 那麼神有什麼屬性呢 錢是在祂手中的 祂掌管所有的財富 祂是樂意將錢給那些愛祂的人 以及紀念我們所有為神做的 馬太六章22到23 就是眼睛靈靈全身就光明了 神的屬性就是祂是光明的 他裡面毫無黑暗 而一個人有神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光明 那眼睛光明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的眼睛是燈暗的 看不清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 看不清什麼是智慧的 什麼是好的方法 我說我祝福人幫人 我就無福人 那我心就會有力量 就是當我們看清什麼是好的 對的 不過基督徒都不是每個人看得清的 譬如有些基督徒很靠 很注目在什麼時候結婚 哪個人有沒有機會結婚 或者很注目在世上得到的東西 我們都希望世上得到好的東西 但是最重要是在神裡面有智慧 我會分辨到人的問題 分辨到什麼是福氣 我們就會聽神的話 這個是神會賜給我們的 有智慧分辨任何的東西 也都走在神的路上 這就是神的那種全能和恩怨 他的屬性就是什麼 他的全能和恩怨 他真的很厲害 我們沒有想像 耶穌有一句話 他說那些麻將 兩隻才賣在婚前 但是如果不是神去海 連一隻也不會掉 即是他連麻將也會照顧 這個世界最多就是麻將 其實除了麻將神會照顧其他 其實是一樣照顧的 就算是蟲 其實蟲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人們都很喜歡蟲 但是蟲是有什麼作用呢 他吃了一些多餘的食物 如果不是有蟲 這個世界會多很多細菌 因為他吃了 那些細菌就沒有那麼多食物 就會不會被細菌包含 這個也是神供應那些所有的生物 如果神這麼體重這些生物 他也會體重我們 即是他有這個能力 他有這個智慧 他有這個愛心 關心我們每一個人 去供應我們 所以在神喜悅的人 這個人是最幸福的 這個人是做神喜歡的事 神喜愛他 神一定會照顧他 《華太七章一至六節》 不要淪斷人 淪斷人就會被淪斷 這個都是人與人之間相處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淪斷 人會 很多時候看到人的不好 就會批判 有時候說出來 有時候就是心裡 心裡就會不喜歡人 心裡有淪斷 但是淪斷人 自己都被淪斷 因為我們怎樣批判人 神一樣可以同樣的方法 我們想到神是怎樣 神就是 其實神在我們 個個都是染弱的 就是個個都有很多缺點 但是神呢 我怎樣幫你 我怎樣幫你 我怎樣提升你 只要那個人一路說 神我需要你 我依靠你 你幫我 神就很樂意 他就一路一路提升的了 所以神的心 永遠都不是踩下 論斷人 經常是踩下 你不行的 你做不到的 神永遠都不是這樣的 神永遠都是想提升 所以我們都學到神的心 就是我們 我們總是想提升人 當見到人不好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怎樣 我怎樣去幫他 我怎樣去逐步提升他 就而不是去踩下他 OK 跟著就是 馬太七章 七節十五節 就是 求就得到 天賦商普通西級 求他的人 這個經文 也都跟 我們跟其他經文 平衡的 就是怎樣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我有信心 我求就得了 但是聖經也有講到 耶穌也有講到 祥在我裏面 我的壞日 祥在裏面 祈求就必得了 所以如果說整體來說 就是說 我們活在神的裏面 和神有物質關係 遵循神的話語 我們祈求神就給我們 因為神就很多好東西給我們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妄求就得不到呢 因為他的心在罪那裏 他的心在自私 自私就會排斥神 神就不給予 那他就得不到神給他的好東西 但是當他真的說 神有很多好東西 我真的願意聽神的話 我願意放下這些自私的觀念 神的祝福就會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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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七章十三至十四》 《進閘門》 因為 進到這個觀的門 這個路是大的 信去的人也多 有很多人一看這個經文 就以為他説 閘門是難 其實這個經文是說 信去的人也少 只是说人数少 其实耶稣说行神的路是否难呢 大家记不记得马太11章30节 因为我们骗是容易的 我们淡是轻散的 神是说是容易的 但有些人说不容易 要牺牲很多 但其实是得着更多的 而且神是负责一切的 所以在我来说 我觉得真的有神最好 最开心的 责民就是说少人进去 多数人就不是进责民 但是我心里面都经常去想 只能让我智慧如何去帮人 我知道 我都看到很多人 已经抗拒神 我心里都很伤心 但是我不会因为他而生气 例如我自己也研究很多进化论 有些人说到他们 怎样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有神創造 有些科学家他真的很有心 其中有一个很出名叫James Tuor James Tuor 还有其他的 James Tuor是一个 生气科 原生的科学家 和它有很多 认为科学家也很努力 其他人說 即是一些有机化学物 他分析那些细胞的构造 如何证明 一定是有神創的 他很出名 因为他发明了很多东西 发明的东西 赚很多钱 所以可以支持他的 做這麼多的事項 很多講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